2017年1月22号 当华人热切期盼浓浓中国年的时候 美国达拉斯地区金秋舞蹈团年之运歌舞晚会 在布莱诺市演艺厅隆重举行 给在场观众开启中国民族舞蹈 中国声乐的表演画面 感受到华人社区迎接新春的喜庆气氛 本次歌舞晚会是金秋舞蹈团成员 与本地声乐艺术专业人士 华运乐团联合展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声乐节目 演出共有15支节目 其中金秋舞蹈团展现了八支风格大气 不同民族的群舞 女生二重唱琵琶独奏 男生四重唱芭蕾舞明月合奏 女生四重唱 女生独唱等精彩节目各一 演出人员超过了80人 金秋舞蹈团成立十多年来 由一群热爱舞蹈的教师 工程师和退休的人员自发组建 以老年人人员为主 一直秉承通过学习和表演 中国民族舞蹈来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 这一宗旨 努力展现海外华人在美国当地热爱生活 眷恋中国文化 追求幸福的精神面貌 十几年来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服务社区 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褒奖和社区的认可 成为当地中老年艺术团体宣传中国文化的典范 据悉在达拉斯地区 以少年青年中年中老年的中国民族舞蹈团 在努力学习中国舞蹈 形成达拉斯地区通过舞蹈宣传中国文化的一股力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